果園草生栽培 除了可以改良我们的土壤性质之外 又可以让土壤的养分能够维持住 除此之外 假设我们做一些比较优良的草生栽培的一个管理 可以营造我们果園的一个生态环境的美观 我们在田间留一些比较好的草种的话 事实上它是可以抑制二性的杂草 只要二性的杂草它的成长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减少除草剂的一个用量 单一草种的选择方式 必须要考虑到草种的特性 除了跃动性需要比较强之外 而且不能有寄生病虫害的一个情形 另外它也需要是浅根性的 如此一来它才不会跟果树之间有养分竞争的一个情形发生 那我们目前高雄区农业改良场 有发现十几种的草种 它具有优良的特性 可以推荐给农民去栽种 农业改良看台湾 我们在高雄区农业改良场 为各位服务 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记得跟我们联络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